招行這件事 星期一的客戶是挺震驚的 但當然我們不會猜到 究竟最後是甚麼原因 現在市傳很多 但很多不明 我知道我開了市 但我想說 其實招行這件事上 我覺得市場現在有很多不同的演繹 我不說那麼多人怎麼想 我只是想說 純粹只是以這個行長 它一三年上圍 它一三年之後幫三九六八 為甚麼可以跑贏這麼多內銀呢 其實它可以說是 宏觀環境幫助它 因為它那一刻 它盡量轉輕資產的做法 但反過來 其實它過去這年 大家都已經開始看到 原來走了接近八年的方向 已經開始bottleneck了 即是再來增長是有些bottleneck 現在它自己都說 要打大財富是3.0這個模式 但正常要做這件事 大家有這個預期的時候 你突然換人去做 大家會有個憂慮的 再加上另外有些 市傳上很多不同的消息 那些很陰謀論的 我不去想了 不去說了 自己去找找 但是我想說的 如果你只是看圖 其實你很擔心的 因為看圖 你之前上面的橫行東西 大概58至70元那塊橫行東西 其實我也聽到很多朋友 可能60多元買了 之前一直沒有買 但60多元買了 其實它早幾天 是一跌跌跌穿了那個支支支位 如果你純粹當量度目標去量度 就回落到40多元 那40多元是什麼概念呢 其實40多元的概念 就是大概在2017年 你拉上升軌上來 就是46元附近的 那就會變成跟上面的量度目標很近 這個是意圖論圖的說法 那我再補充一點 你想想 如果很多一些很基本分析的朋友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都會看 除了我剛才說的Botlet那些 他們應該看到 應該不會去到60多元才買的 即是應該一早可能 別人已經買了 那他們就會去看管理層的變動 而且管理層真的13年 帶起整間368元 那究竟會不會很大的扣分呢 這個是令到我們暫時 就是過去這幾天 雖然你現在再說 特別再看淡 就是短期直播率的說法就不高 但是其實這個說法 由星期一晚已經開始說了 變了大家在這些位置上 就令到內銀 都再加了少少陰謀在這裡 因為如果你聽了少少陰謀論 你就會明白 所以其實你說恆子 今天他終於試回3月17號 那個上升年後 我覺得就跟預期之內一樣 那個走勢跟預期之內相似 那個故事就原來是 剛剛這幾天這樣慢慢發生出來